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吉玄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Foursoft实战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骨头到大 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继续来学习我们的画笔工具 好我们现在是把我们的画笔给调出来 按着F5切换到我们的画笔面板 好我们在这画笔面板里面找到我们的颜色动态 我们本节课着重了给大家安检一下我们的颜色动态的一些选项以及一些参数 好那么我们在节奏之前我们先把我们的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那么我们来画一个 好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默认的 那么说如果我在这里把前景跟背景抖动打开的话 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一个效果呢 好现在大家确认是前景是黑了 背景是白色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行绘画 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说在我们进行绘画的时候 它就可以画出一个从前景到背景过度的各个颜色 作为我们的笔尖所画出来的一个效果 好这个是我们前景背景 那么说我们再看一下 在前景背景抖动的上面有一个应用眉笔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如果说我们将这个应用眉笔尖的这个勾给去掉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画一个 大家发现了没 当我画了很多笔 它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了我们每画一笔 它都会有一个随机的 由前景到背景的之间的一个颜色 来填出我们的画面 所以它说是随机的 不确定的 不知道你画的第几笔 它是什么颜色 好这个就是我们前景跟我们背景抖动 还有以及我们的应用眉笔尖参数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把它填充为纯白色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下面也有过控制 这里的控制跟我们前面呢 学的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到绘图板来控制到我们这个前景背景抖动 它们之间的一个抖动 所以说这里的绘图板的选项呢 在这里呢我就不跟大家一一的演示了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使用绘图板相关的一些参数 可以控制我们前景跟背景之间的抖动参数即可 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好我们先把这一个前景色换为黑色 哦换红色背景色为青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景跟背景抖动打开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应用一下我们这个眉笔尖 应用眉笔尖把它勾给勾上 那么我来自然先要来绘制一下 大家发现我们用了前景为红色 背景为绿色 然后在画板上画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在前景跟背景抖动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色彩组成了这一个笔画 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前景背景抖动 以及我们这个应用眉笔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应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摄像抖动 它又是干嘛的呢 摄像抖动摄像 摄像指的就是我们摄像的相貌 比如说我们红绿蓝黄还有品红 以及青这几个颜色呢 它们的摄像都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使用摄像抖动呢 就可以改变我们画笔所画出来的色彩摄像 好我们可以来画一个看一下 把我们的摄像抖动打开 好这个时候大家很清楚都可以看到 和刚才只有红跟绿的颜色相比较呢 它所画出来的颜色是不是要丰富很多呀 这就是我们的摄像抖动的一个应用 接下来再往下看 这个饱和度抖动力是干嘛用的 好这个饱和度抖动呢 它指的就是色相鲜艳的一个程度 好我们可以使用饱和度画出 有时非常鲜艳 有时又不太鲜艳的一个笔画笔尖 好现在现在我把饱和度抖动给打开了 那么我画一个 好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也看到了 好我们这里会有一些比较不太鲜艳的 比如说这个很浅的一个粉红就是不太鲜艳 以及我们这里很深的一个鲜艳红就这样的一个色彩组成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饱和度抖动 好我们把它返回 那么再往下看我们的色相抖动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这几点就是我们的颜色的明度程度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用我们的明度抖动把它打开 然后再去绘制 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手画出来的色彩 它的亮度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相对于笔的 把它亮度放到比较高时候 它变得比较暗一些了 或者我们可以把亮度抖动放低一些 然后再画一下 相对就没那么深了 越浅 它就只会成为一个纯色 接近于红 就会取一个浅几色 好把这些我们都下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剩下一个纯度 好先把我们的 好这是我们的纯 再看一下下面这个我们的纯度 使用纯度呢 我们可以画出色彩相对比较平淡的一个画笔线条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纯度 稍微的拉高 然后画一个 大家可以发现 好稍微弄过一些些 好放这里 好我们现在的纯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画一个 然后再把它的纯度再降低一些 然后再画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对比出来 使用纯度比较高 好那么它就还原它原本的浅颈色的一个颜色 红色 那么随着浅度渐低了 那么它的颜色慢慢的就会变成很淡的一个一个粉红 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样的一个过度 好如果说我们稍微再集中一些这样子画出来 那么使用这样的一个纯度比较低的呢 这个纯度值也可以画出一种就比较清淡的一个画笔线条 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应用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讲解的这些颜色动态大概就是这些 那么大家也可以下去熬的去练一下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